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在我家旁边的小木屋挨进来工作室 今天我特别跑到我的工作室来 在淡水 新市镇里面 我那个工作室以前这边教易经 教洋宅的教室 为什么要到这边来的? 因为我要今天嘉宴在凉场介绍的一件是永乐清花 一件是薛德清花 是重气中的重心 王刚老师讲的重气啊 重气 但是我这不是开玩笑 真的是重 太重 办不动 所以我就在工作室 因为平常他就帮在我的工作室 我本来在新市镇里面有两间工作室 一间最近挪作他用 压缩在一间里面 所以空间显得比较乱一点 还没有整理好 以前两边很自在 我有时候跑往这边 有时候跑往那边 去翻找一些 让我记忆犹新的东西 甚至有些都遗忘的东西 我这就是几十年来收藏的一个经历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永乐跟宣德 这两件事非常小可 各位阳阳阳阳阳阳 自真正的重气 而且在我手上二十来年了 二十来年的时间里面 我没有看到比这个更宏伟 不要说大 说大太熟 更宏伟 或者比这件更美丽 不管他都从他的青花的发射 从他的水木的效果 化高 到他的气贴 到他的胎 到他的忧 无疑不惊 所以永轩之际被定位 在明朝的时候就被定位在 他一代未有之旗 我先介绍的这是永乐 这是照顺序的 永乐是爷爷 人家说孙子兵法很战厉 孙子兵法战厉 还有个老子 老子比孙子更厉害 先介绍永乐的这一件 咱们再介绍宣德一件更大的 这两件都是尊 共同的名称都是尊 我们这件是什么样的尊呢? 一道大龙 穿越了什么? 莲花 蚕之脸 龙 穿蚕之脸 这这么一件 长颈 大尊 这在上周时期 这种可以称作为胡 以前那胡是没有刘没有把的 大家伙 那个年代的胡是这样的 是到了什么 宋以后才开始 甚至到了 怎么讲 应该是到了唐以后了 唐也 唐代的池记 也有行遥 还有鲁山的花池 从唐以后 在唐以前的 从青铜记上面 青铜记上面的用 青铜记上面的用 又是什么? 是尊 是装酒 装美酒 同时也是礼器 静天的礼器 非常的高贵 你看我们这个大龙 我们这个大龙绝不输什么 天球比上 我们台北部宫 北地部宫 天球比上 都有 这个龙 三爪的大龙 三爪的龙是象征的永乐大地 正和七下西洋 六次在他手上 七次都是他规划 六次是在他手上执行 地缘政治的一个什么? 一个政治家 换句话说 由中国的领袖 要升为全球的领袖 要升为世界主义的领袖 就是在这个什么? 以现代来讲 一带一路 或者四头之路 陆路四头之路 海上四头之路 奠定了永乐的地缘政治 奠定了他的世界领袖的定位 其中的代表的器物呢 就是这种龙 一般人只知道他画在天球瓶上 龙 天球瓶的器型是来自于西亚地区的 王公贵主用了金银器 然后永乐把他覆烧在我们的瓷器上 创造在我们的瓷器上 作为两者之间的交流 王公贵主看得很高兴 西亚地区的波斯地区的 伊斯兰国家的各地的领袖 看得到 都以拥有一件为光荣 所以奠定了之间的地缘政治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大家知道了 天球瓶 我龙闻的天球瓶 还有龙闻的大扁瓶 还有龙闻的大扁瓶 湖跟瓶不一样 不一样 但这三件东西都办永乐战了 就是办民族青花之战了 必展的东西 人家必看 天球瓶 执警扁瓶 执警扁瓶 那个大卧府 卧府 一边有用一边没有用 一般展示的时候 他把它架起来 这三样是象征的 西下西亚奠定了地缘政治的关系 大家露了一样 这一样 从中国的紫器上 从中国的青铜器上 青铜重器上的这样的尊 而且同样是龙创发的 一条大龙 这种尊 我有两个 我只讲一个做一个代表 一个是单独一条龙盘距 另外一个是两条 稍微小一点龙 两条盘距 一边一个 一个整体盘距的 这是什么 相当于天球瓶上的龙 大概可以秘密 但是另外一件 同样造型的一个尊 这种长颈尊 他就说两条 两条就相当于 那个什么 直颈扁平 台北故宫的直颈扁平 像一边一条龙 那个龙 一边一条龙 代表什么 南山北水 代表什么 长江的水 黄河的水 江水江东流 以军不回头 来军不回头 就是江水滔滔 相当于 大中华的这种 景秀所说的 江山 一条龙就相当于 有了自己的化身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这海水江亚五 气孔的地方 跟大圈族 外面的高圈族上的海水文 都相当于 象征的什么 海水江亚 象征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 那他的颈部的这种花纹的花式 也就是跟天酒瓶的 天酒瓶的颈部花式 是几乎一模一样 所以大家只知道天酒瓶 而不知道这个大尊 这个比天酒瓶啊 更高 更来的宏伟 所以我说一定只能给各位介绍 这个重器 给各位转一圈看一下 转一圈感受一下 这个花非常的精神 龙马精神 香港人讲龙马精神 龙马精神是他就是乾坤天地的精神 乾为天六龙玉天 坤为地 坤卦的卦词是怎么讲的 坤卦就是 先民以后得主 他是立聘马 聘马就是龙马 龙马精神是这样的 很多人讲他 他们当然不知道 看到没有 我们那个精神 像是龙的精气神 也就是像是永乐大地 他在整个中华 锦旧大地上的 唯一的一个什么 镇容天子 镇容天子 然后除了在中华大地之外 他又把地缘政治 中边的三十多个国家 来向他操控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交通不发达的时期 不像现在飞机一坐就去了 交通不发达的时期 你有三十几个国家 正式的国家 不是春秋战国时代 那个小方摩 不是 正式的国家 现在都还在这些国家 向他操控 第二点就是代表器 其他的天球 其他的变平也好 变虎也好 大家都知道 故宫看得到 这一件你故宫 我不敢说全球的干嘛 未必看得到 国际大牌 再大的牌 没有 这是本人 正常二十几年 我也是第一次拿出来 因为他平常都压 我也不是故意保卫他 压在下面 他体量大 作为垫脚石 我要是搬到他 的话 我腰就是长搬舌了 我现在腰都还没恢复呢 这个叫做什么 脊椎压 压缸 做骨神经痛 我现在要是要搬众 就要系上那个举奏选手 用能打官皮带 还可以 好不好 龙川莲花 莲我们就不要再多讲 莲就是 莲花 代表的是一种什么 圣洁的心 不管用在宗教上 在佛教上 在禅宗 或者是用在 我们中国人的 这个 哲学思想上 或者美学观点上 他都是又美又圣洁 而且出于你而不忍 多清廉而不药 中通外直 富漫不知 远观而不可泄外言 就是这样 你就觉得他的那种高位 而且现在常常讲的 不忘初心 我说不忘初心 也是不忘年花心 好 这样的 一件尊贵 一件大尊 觉悟经 给各位照一下 其实这边的光线 因为我没有开灯 我没有开灯 我只是面向我工作室的门口的方位 其实这样已经 它的光度已经是够了 但我还是习惯性地 给各位再转一圈 在不同的光源的投射下 它的那个 成保时蓝 它在越强的光线下 它那个保时蓝的效果会越好 这个所以为什么它的交位 它的宝贵只处在 就在这个地方 它那个会变化 一般只知道阿苏玛黎青 运战 流淌 这个 结晶班 和铁锈班 只知道这个 那个这个是ABC 其实真正来说 它在不同光源下 它的那种变色 你看光看它这个龙头 我剖脸书 我等等会 我已经刚刚照好相 我剖脸书 细节照片 它那个书法里边 多美的那种流动 就像它的书法 它是六百年前的东西 就像六百年间 到现在一直在飘 就跟我们的国旗 我每次开车经过 那个什么 红毛城 淡数红毛城 我很喜欢 到红毛城上 飘在一面国旗 那个国旗 比总统府上的国旗 还漂亮 我感受 那个国旗 因为它那个风向 正好吹滑 那国旗展开来的那种威武 而且什么 红毛城是经过历史上的一个什么 不管好或者不好 就跟别人一样 它有它的一个历史 在那个条件之下 在红毛城当年的荷兰 这上面是树立中华民国的国旗 而且 这是满地人 张扬开来的这种做 这种做 威风拔面的这种感觉 就觉得那种民主感 那个意识感 马上就上升 好不好 今天我就不耽误时间 我还要马上再讲一件宣的 今天就说到这里 能看到这一件的 你就有福了 新来临的2023年 兔年 兔就是毛 你会毛进 毛进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 不用多做介绍 啊 谢谢你